這間紙巿的店舖成交了880萬 觀塘道301號 經濟吹水就是有重建潛力 你應該怎麼分析 好 大家好 現在是6月8號 星期六 說的是下午的5點06分 希望你聽到這裡很吵 站在觀塘道301號 這間店舖掛著美聯旺埔的時候 就成交了880萬 說的是19年4月23號的時候 要給我一個分數 我覺得是一個三分的位置 五分市價 一分就超便宜 十分就超便宜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在2016年的時候 市況差很多 就成交過710萬 過了大概兩年不夠的時間 一邊就成交多了20%多 我感覺一個三分位置 最主要是看有沒有前景 好 還有任何熱情 如果有熱情 就像我傻佬 星期六的時候自己在那裏 自拍在街上 握著 這支咪高峰 對準一點的時候 希望讓你容易聽到 後面這個 掛著美聯的牌 成交了880萬 在說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19年的時候 我看真點的資料 在19年的時候 是4月份的事 4月23號的時候 中美貿易戰之前 那時欣欣向榮讓 慶合合 現在看看這棟大廈 那時候先看看基本資料 我在這裡轉個圈 給你看看附近環境 那這裡的時候 就說的是 觀塘道 301號 至309號 哲王樓 地下的Depot 建築面積的時候 大概1000呎 那時候叫價 就是1100萬 說什麼附近 就收購潛力 那樣就成了 但現實的 你看看 這個位置 為什麼我會給一個三分位呢 這個是觀塘道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的 人流又不到 車樓又不到 車房又不到 前面那些車又不停吵吵吵吵吵吵吵 住在這裡 做住宅 日後重建也好 根本是吵得飛起 另外 你看看一下圖籍先 這個圖籍是Depot Depot門面比較窄了一點 那我想 在摔玩網路的時候 大概15呎左右 但是呢 後面這一間 五金店的時候 就是一個的B店 B店的時候就成交過的 那我看一下 B店的時候就成交過 就是7、8、10萬 這個五金店 勝利五金這裡 你問我兩間邊的時候 B舖门面就宽一点,宽到1-2尺左右 7-80万,那里是8-80万 差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这间五金堡时,16年的市房差很多 市房差很多,那时市房,后来D舖市房又会好很多 反而我想跟你讲一下,如果你说重建的话 你知不知道这幅大厦,九龙这一阶的话 如果重建,在讲重建是多少呢? 我转过头给你看看 这些人常在吹嘴,就会说重建前来,重建前来 要先看一个outline zoning plan 在这个承规会的时候,有一个outline zoning plan 你就会看到这里是规划了,叫做Residential A Residential A的话,就是甲类人的住宅项目 你看甲类人的住宅项目的时候,这里肯定是建办公司 好像对面那样,建办公司就不成功了,一定是住宅 如果是做住宅的话,Residential A 头那三层的时候,还可以变成Shop,Office 其实有些还可以,但是如果要建成Office 就不成功了,如果在这里的时候 地积比率就限了7.5倍,九龙这一道 九龙就是7.5倍,那么你数到上面这里 如果你上面已经是说1,2,2,3,4,5,6层 这里已经是6层高 但是你要记住,做Residential A的话 因为新的条例,你要set back set back回去,变成一个第二个覆蓋率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丙类型的地盘 因为不是一个corner site 除非你拿到旁边 你拿到旁边的时候,corner site 就变成一个月类型的地盘 但是当这个是一个丙类型的地盘的话 你的地积比率的话 你的覆蓋率就最多 只是由80%一路降降到40%左右 所以变成你set back 进去的话 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 这里是没有什么重建前力的 地盘这么小,大概三四千尺高的地盘 除非你拼在旁边 但是旁边的数数栋已经有九层高 九层高,你还要set back 进去的话 所以变成一个重建前力是不大的 你记住这里的地益比率的时候 如果你做住宅只能够起到7.5倍 那些人收购了的时候 就拆出来 本身的栋已经九层高 所以是没什么所谓 除非市区从业屋过来收这一段 但是这一段定库街的市区从业屋收 我又没听过 那些楼的保持不错 又没有垂楼 所以我觉得 市区从业要过来收这一大堂楼的时候 我又看不到那个潜景 所以说 收过潜力 你看回我住宅 这里收过住宅的成交的时候 又不多 只有那几单 所以说收过潜力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吹嘴 总结 我觉得这个位置一般 总之前面车楼多 但是刚刚过弯位的时候 视线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的弯位是转左的方向 转左的银在左手边 视线上又看不到 又没有讲过效应 这里人流又少 车又进不来 车房又做不到 前景重建有时间 不知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就47年的楼宁 但是我觉得重建 始终弱点 因为看来保持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弱点 除了买回收租 现在又急铺 这数回报又不是高 所以我感觉是一个三分的位置 未去到片安 但肯定 我觉得可以 八百八十万 摆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回报会好些 但怎么办 恭喜买家 他买到心头好的时候 他已经研究了很久 几百货子在买些什么 不过老实说 我就觉得 怎样三分 我就自己看法 不过八百八百 风火洗断煤 全部租借的 其他我都不太清楚 反正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就眼看下去的时候 我感觉是一个三分